咱芝加哥本土人一定对芝加哥的国际电影节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而今年咱们亚洲的现代电影也要向芝加哥进军了 由芝加哥Sophia's Choice非营利机构主办的亚洲电影节 于9月16日当晚拉开序幕 这里10 세롎 NBA、一零专鑽發展 的时候这情节下gram的电影节目 坚持变高级美丰大这些重塔 stations 丹布到够香港党目 primero 大守党的镜产色 而且香港人最有明显幃的镜יות 所有的节目也大来看看 还有だけ穿戏白色的底部 这就是一个小小小的发展 我终于要终于建设和关注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保持人的关系 让人们很好的感觉 从香港、中国、日本、韩国 因为现在是最大的市场 因为电影节首映的电影 《撒娇女人最好命》 是由香港导演彭浩翔指导的 所以老四川餐厅在首映里当中 还特地为来宾准备了 丰盛的香港特色小吃 大家知道香港是一家城市 同样是一家城市 所以在来 我们很高兴地赞助这些活动 我们做了香港式的烤鱼 香港式的烤鱼 非常有名 我们还有烤鱼鱼 还有烤鱼 这些是非常有名的 香港的烤鱼 这些烤鱼的烤鱼 非常有名的烤鱼 我们非常支持 Sophia's Choice 和《亚洲的烤鱼》 在带香港的烤鱼 给予香港的观众 这会让他们 在香港的烤鱼 希望他们能够聪明 继续探索香港的烤鱼 我们一定是 期待带香港的烤鱼 给予香港的烤鱼 此次电影节除了首影片 撒娇女人最好命之外 还包括《尸姑》 《命中注定》等八部 现代亚洲电影 即日起到12月4日 可以在指定影院观赏影片 更多资讯 可以到电影院的 官方网站查询哦 美龄工作室 金美龄为您报道